這個病院困難了沒有 我覺得台積電人量非常大 不知道到底什麼事情發生 其實採購疫苗不是錢的問題 也不是你跟誰買的問題 重要的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全國國際的現貨市場 大家講得非常兇 可是跟他講 今天我也放他講 是越快越好 除了越快越好之外 今天連國台辦都講 讓台灣民眾早日用上急需的疫苗 也就是總統府的現貨港 國台辦都把你剛剛講的關鍵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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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拿到疫苗才是關鍵 國台辦的意思是 讓台灣的民眾能夠獲得疫苗 早日獲得疫苗 早日你不能夠拖到2023 我們這邊很清楚 這幾年 對他們這兩家公司更沒提 這都幾個月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往一個大能量正面的方向去發展 應該順利的機會比較大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局玩得太大 也轉得太快了吧 沒有錯嘛 為什麼連中國都放行呢 原因很簡單嘛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兩個禮拜前 董事長講什麼 這個局是美國跟中國在拼 匡小姐 這個小姐是誰 台灣 是台灣嘛 我到現在還記得 那時候我還問董事長 拼匡是什麼意思 他說比誰錢出得多 誰資源下得多 誰框到 那就框得到嘛 對不對 你看到 所以台灣是出了台灣 人家要框我們 我不想講那麼難聽 但是這個味道確實是有嘛 對不對 美國亞太付出金費得很穩 他今天 他是在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說什麼 說美國莫德納的疫苗 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送來台灣 你看他強調什麼 也是強調時間 甚至說什麼 跟台灣合作 有戰略合作在台灣生產 莫德納嘛 所以你看到 站在中國的角度很清楚嘛 今天美國要百分之百頂台灣了 你中國要不要來拉台灣的明星嗎 他們同在也是他們工作一環啊 所以你看 國人都很笨啊 中國老師就是笨到一張 說很多蠢事啊 這就是北風跟太陽的故事嘛 對不對 中國之前當北風 一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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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美國當太陽 開始一直給疫苗給台灣的時候 中國也要轉嘛 中國有這麼聰明嗎 中國如果聰明的話 一開始就當太陽 中國就是問題是一開始當北風 一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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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卡久了 我們會求中國嘛 結果後來發現美國趁虛的路 案內 一秒一直在 連莫德納都要在台灣身上說 這個時候中國不介入的話 那所有台灣的明星被美國收割走嘛 會漸行漸遠了 漸行漸遠嘛 所以今天很清楚 中國開門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好了 美國開門了 中國開門了 那這個時候 民進黨能不開門嗎 今天早上郭台銘拍片 很生氣的八點聲明 然後呢 蔡英文馬上說 沒問題 你隨時來跟我談 然後呢 12點羅秉承 看記者會說 蘇生堂說 這完全OK 我責任就比招日本潛力 會在捐贈契約中 給製造商免責 讓BNT不用擔心 然後呢 政府會承擔所有處理工作 然後呢 還給台積電 跟鴻海所有的獸血 讓他去跟BNT探 所以這整個風魂落轉 會不會轉得太快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 其實在民進黨來講 我只要不要獨厚郭台銘 我只要有人跟你分享 你郭台銘不要拿到頭箱 你的五百萬不要進到台灣 你不要變成台灣的民主英雄 我就可以跟你開戰了 對 所以大家就要問 為什麼前面二十五天 什麼都沒做 然後今天一下來的大早安 除了有背後有美國跟中國角力之外 在國內政治上 民進黨要確保一件事 郭台銘不能變成台灣的救世主 對不對 如果今天民進黨一放行 郭台銘一個人 一下弄個幾百萬機BNT來 郭台銘就變成是 像2020最有可能的總統挑戰者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他拉了台積電來入局的時候 贏的話功勞兩邊一起分 輸的話呢 證明了民進黨政府沒有做過 台積電鴻海都拿不到 女朋友都拿不到 當然都拿不到 對 重點來了 民進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同步在幹嘛 網軍開始殺郭台銘 好狠喔 統張忠謀嘛 對不對 一大堆網軍 網軍又來了 對一大堆 張忠謀又出來了 一大堆徹以網軍說 請你相信張忠謀 還相信郭台銘 你相信老實的生意人 還是奸詐的生意人 一大堆 壞了嘛這些人 全部都出來了嘛 所以這是兩手策略 就是 對於民進黨來說 外部有美國跟中國的競爭 美國跟中國的角力 內部有2024年政權的保衛戰 我一邊故作坑海開了大門 給我開大門 同時我開兩個門 一個給紅海 一個給台積電 後面呢 我開完大門後 蔡英文會見這兩位的同時 在網軍不斷的在殺郭台銘 不斷的在殺郭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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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表面上是放行 事實上是步步殺 人牽手牽手 背後捅刀嘛 所以重點來了 這個時候 如果整個部局戰 最後變成台積電 先一部郭台銘進來 可能先得一百萬計 兩百萬計的話 那對於郭台銘 最後 大家感謝他程度 會降到最低最低最低嘛 所以我覺得整個局其實是很 這是一個選舉的前哨戰 這是一個百分之百選舉的前哨戰嘛 所以前面我講的 這個二十五天民進黨 絕對不是擺脫的 他中間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包含其一條美國 放出更多的利多 包含我們穆德納盡量進來 那可以減緩 減一口氣 減緩一口氣 減緩民進黨 拿不到一毛苗的酒劑 另外一方面去找台積電 或者台積電來找民進黨政府 兩邊磋商好 standby好 來處理這件事 所以這二十五天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我認為非常非常關鍵 一切都準備好之後 開了門 讓郭董進來 就能請軍路 好 再見 今天我們可以